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看撒末尔纪下第十九章 撒末尔纪下第十九章总共有四十三节 这一章的内容在讲 大卫的军队平定压沙龙的叛乱以后 大卫准备从约旦河东返回耶路撒冷 这一章比较长 我们今天讲第一节到第四十节 然后把四十一节到四十三节归到第二十章来讲 我们先把今天要讲的四十节分一下段落 我们将它分成三段 第一段是一到八节 大卫接受约亚的劝谏 第二段是九到十五节 以色列人和犹大人请大卫回来 大卫的政治智慧和手腕 第三段是十六节到四十节 以色列人中迎接和送别大卫的人 我们今天所选入的要节是第四节五节和六节 圣经这样说 约亚进去见王 说 你今日是一切仆人脸面惭愧了 他们今日救了你的性命和你儿女妻妾的性命 你却爱那恨你的人恨那爱你的人 你今日明明的不以将帅普人为念 我今日看明若鸭沙龙活着我们都死亡 你就喜悦了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我们从《撒木尔记》下第十五章到第十八章中看到 大卫做王以后 这一段时间是他又经历死因幽谷的日子 他躲避儿子压杀龙 就像从前躲避扫罗一般 到了十九章 大卫本是应该享受他在诗篇第二十三篇中所讲的光景 神实在是在他的仇敌面前为他摆设了得胜的荣耀的宴席 但是由于大卫生命当中缺欠的光景 他将自己陷入另外一个极为不属灵的境地 经文中告诉我们 他不断地为已经死去的压杀龙哀哭 以至于当时的光景是 众民都将得胜的欢乐变成了失败的悲哀 大卫为自己已经死掉的叛逆之子压杀龙不停地哀哭 对军队的打击非常大 元帅约亚意识到 整个以色列军中士气已经非常低落 他们完全不能庆祝得胜的凯旋 反而是情绪低落地悄悄入城 就像从战场上撤下来的败兵一样 事实上整个战场的大局已定 压杀龙已死 叛军的士兵活着的已经逃回自己的本家 但是此时大卫王却以个人的感受面对整个事件 完全不顾是非和众人的感觉 在那里一味扮演着伤心父亲的角色 大卫的这种表现是极端的以自我为中心的 这种行为极端的不正当 当人们把大卫哀哭不止的状况 告诉给元帅约亚的时候 约亚便来劝谏大卫 他从以色列人整体的立场来看这个事件的意义 约亚的话直接了当 他一点也不同情大卫上子之痛 约亚对大卫所说的话 虽然逆耳但却的确是忠言 约亚坦率的告诉大卫 你今日使你一切仆人脸面惭愧了 他们今日救了你的性命 和你儿女妻妾的性命 你却爱那恨你的人 恨那爱你的人 你今日明明的不以将帅仆人为念 我今日看明 若压沙龙活着 我们都死亡 你就喜悦了 约亚明确的告诉大卫 她倒哀哭给所有活着的人一个印象 大卫已经把整个的事件本末导致了 好像他宁愿让背叛的压沙龙活着 而让中心的部下都死了似的 因此大卫必须尊重将士们的感受 约亚严厉的警告大卫 大卫此时若不出去鼓励 安抚一下自己手下的将士 其后果可能不堪设想 搞不好可能会发生一场更糟的叛乱也说不定 有些人的分析更加严重 他们说 约亚的话中也带着不祥的暗示 弄不好 他也可能起来会行动 但其实这样的担心是多余的 约亚在世时 他的所行所为虽然极富争议 但他对大卫的忠心还是始终如一的 约亚告诉大卫 现在你当出去 安慰你仆人的心 我指着耶和华启示 你若不出去 今夜必无一人与你同在一处 这祸患就比你从幼年到如今所遭的更甚 约亚这一席话直刺入大卫的心里 大卫虽然已经失去从前的敏锐 但在这紧要的关头 还是能知道这样的劝谏乃是出于神 于是大卫勉强起来 振作精神 坐在城门口 王只要一坐在城门口 就有凝聚众人的力量 所以在这一段的记载中 我们必须得肯定 约亚的劝谏起着关键的作用 否则 如果大卫不停止 继续哀悼压撒龙 整个的国家将会堕入更加可怕的光景 接着我们来看第二段 九到十五节 这一段讲到 在北方的以色列众志派 和南方的犹大志派 有矛盾的情况下 大卫的政治智慧和手腕 刚才我们提到 大卫听了约亚的话 停止哀悼压撒龙 避免了将士们对他有意见 同时也避免了国家再次面临分裂的危险 下面要面对的问题就是 因着压撒龙的叛乱 原本统一的国家 已经出现了南北对峙的矛盾和伤痕 大卫仍是很有智慧 他决定暂时先不回到耶路撒龙 等看看民众对他的反应再决定 这时就有好消息传来 北方的十个支派 很快就表露出积极的意象 他们欢迎大卫重新回到耶路撒龙主战 当北方的众支派已经表态时 南方的犹大支派却没有一点动静 大卫见犹大支派迟迟不表态 于是就派祭司撒都和亚比亚他 前去与犹大的长老们商谈 我们可以看见 大卫此时与犹大支派已经关系疏离 这一切应该与大卫把首都迁往耶路撒龙有关 因为正是这个缘故 犹大支派才在后来参与了压沙龙的叛乱 大卫的另外一个政治手腕 是让压沙龙的叛军元帅亚马萨 做以色列军的元帅顶替约亚 大卫此举当然是为了收买叛军的心 因为压沙龙虽然叛乱失败 但是原来军中还活着的人 重新回到民间 若不小心来安抚他们 他们就仍然还是一股可怕的力量 亚马萨被大卫重用 对以色列国来讲 有着重要的意义 因为在第十四节中说 如此就挽回犹大众人的心 如同义人的心 犹大人看见大卫的举动 将他们的心重新倾向大卫 在人类历史上 政治往往有它的多重性 当亚马萨被大卫重用 使得大卫重新挽回犹大人的支持 但在这同时 就像翘翘板一样 一端高高抬起 另外一端却是向下倾斜 我们要知道 以色列军队的元帅 原本是约亚 而且在平定压沙龙的势上 约亚有着显赫的战功 但是大卫的处理手法是 约亚不升反将 亚马萨作为叛军的元帅 没有遭受任何处置 反而被大卫提升重用 这在谁来讲 都是想不通的 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 政治的手腕 都有他见不得人的一面 经文中没有告诉我们所有的事 但是我们可以猜想到 大卫已经开始担心约亚了 大卫不喜欢约亚强硬的性格 由于大卫知道自己的儿子 压沙龙罪恶累累 因此他不敢明目张胆地 报复约亚 但是在大卫的心中 他对约亚怀有深深的恨意 他将亚马萨任命为元帅 取代约亚 就是在向约亚传递一个讯号 他要借此制衡约亚的权利 经文在本章 虽然没有提到约亚的反应 但很明显的 他的心情是不快乐的 到了第二十章十节 秉性强硬的约亚 找了个机会 就干脆把亚马萨杀掉了 第十四节的经文讲 当犹大人看见亚马萨被大卫重用 便打发人明确地向大卫释放善意 也和以色列人一样 邀请大卫回到耶路撒冷去主政 大卫看见时机成熟了 便决定回到耶路撒冷 接着我们来看第三段 十六节到四十节 以色列人中迎接和送别大卫的人 我们从十五节十六节的经文 可以看到 当大卫准备回到耶路撒冷时 来迎接他和送别他的人甚多 犹大人的代表 甚至来到机甲要去迎接王 而另外一些我们熟悉的人 也出现在这一场面中 像十六章里面所提到的 扫罗家的仆人喜巴 扫罗族的士美 十六章提到 但是没有出现的扫罗的孙子 约拿丹的儿子米菲波社 还有十七章结尾的时候 所提到的激烈人巴西来 在这一段中 请大家特别留意 士美 喜巴 米菲波社 和巴西来 这四个人都各有表现 很值得从前后的经文的串联中 来看他们身上的表现和意义 首先第一个是士美 在第十六章五到十三节中 士美曾经在大卫逃离耶路撒冷的时候 凶恶狠毒的咒骂大卫 但这一次出现 却是来向大卫表示效忠 而且明确的表示 要恳求大卫的宽恕 十九节的经文说 他对王说 我主我王出耶路撒冷的时候 仆人行悖逆的事 现在求我主不要因此加罪于仆人 不要纪念 也不要放在心上 仆人明知自己有罪 所以约瑟全家之中 今日我首先下来迎接我主我王 经文中接着说 喜卢雅的儿子 约雅的兄弟雅比塞 非常的气愤 他说 士美即咒骂耶和华的受高者 不应当治他死吗 事实证明 大卫也怀恨士美 但是现在 士美是带着一千个变阿敏人同来 大卫若是追究他 就等于在拒绝变阿敏人忠信的表示 于是他训斥雅比塞 一方面告诉他 今日在以色列人中 岂可置人死呢 第二十三节中说 于是王对士美说 你必不死 大卫虽然向士美发誓 但是大卫怀恨士美的心不变 只不过 他认为秋后算账的时候 还没有道而已 大卫临死前 特别嘱咐所罗门 自己曾经向士美启示 说 我必不用刀杀你 但是大卫的意思是 等我死了以后 现在 你不要以他为无罪 你是聪明人 必知道怎样待他 使他白头剑杀 流血下到阴间 大卫是一位属灵的人 又是和神西义的人 但是圣经中记载大卫这些表现 你怎么看待呢 本章另外一个人物也很特别 他就是喜巴 喜巴为了博得大卫的欢心 带着他的十五个儿子 二十个仆人 贪过约旦河来迎接王 经文中对他们没有多做描述 但是这一家人 人多势众 给人深刻的印象 二十四节到三十节 出现了十六章当中提到 但没有出现的 约纳丹的儿子 米菲波社 当米菲波社来到大卫王面前时 一副烹头垢面的样子 经文中明确的说 他自从王离开耶路撒冷 直到王今日可以平平安安的回来 都没有修过脚 也没有剃过胡须 也没有洗过衣服 这一切细节都在显示 他对大卫王的忠心 若是大卫有一日不归 他就会保持这种邋遢的样子到底 但他这个样子 一点都没有感动大卫 大卫的心早已经被洗巴的奸计所蒙骗 在大卫和米菲波社的谈话中显示 米菲波社非常的真诚 而大卫却极其的冷酷 大卫根本没有认真的听全米菲波社的话 大卫这一次也没有勇敢的来认自己的错误 29节告诉我们 大卫勉强的修正了一下当日所做的决定的错误 让洗巴与米菲波社均分财产 大卫很爱急到自己的面子 因为他若是将米菲波社的财产全都归还给他 就证明当日他完全错误了 我们明显看出 大卫在处理这个案件时 十分的不公义 十分的不恰当 可相比而言 米菲波社的心倒是显得比大卫更加崇高和豁达 从25节到30节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点 米菲波社向大卫解释 当日他没有与大卫同往 并非是有意复国 而是因为行动不便 26节说得非常清楚 那日我想要被驴骑上与王同去 无奈 我的仆人欺哄了我 27节又说 又在我主我王面前忏悔我 米菲波社表示 只要是王的决定 他完全都不介意 他谦卑地表示说 然而我主我王如同神的使者一般 你看怎样好 就怎样行吧 因为我主全家的人 在我主我王面前都算为死人 王却使仆人在王的席上同仁吃饭 我现在向王还能办理诉冤吗 当大卫做了不恰当的处理 让米菲波社和喜巴均分地土 米菲波社最后对王说 我主我王既平平安安地回宫 就任凭喜巴都取了也可以 由此我们可以看见 米菲波社真正所关注的 并非是财产的得失 他最在意的乃是王平安地回归 这样的一个人 他的居心是宝贵的 我们真心期盼 在那之后 大卫能够真心的待他 十九章中另外一个重要的人物 是给大卫送别的 他就是基列人巴西来 基列人巴西来 此时已经是八十岁的老翁 他在大卫逃离耶路撒冷 住在马哈念期间 慷慨地照顾王的需要 现在到了大卫 要回到约旦河西的时候 他就陪大卫过约旦河 给大卫送别 经文中显示 大卫十分喜欢这个老人 他希望他能够跟他同去 然后在耶路撒冷的宫中 养他的老 用以来报答巴西来的人词 但年老的巴西来 是十分明事理的人 他向大卫王表示 自己已经年老了 宁可回家去 三十四节三十五节中说 巴西来对王说 我在世的年日还能有多少 使我与王 同上耶路撒冷呢 仆人现在八十岁了 还能尝出饮食的滋味 辨别美恶吗 还能听男女歌唱的声音吗 仆人何必累赘 我主我王呢 第三十五节的意思 其实并不是指 他不能分辨是非 而是在强调 他自己已经分不清 味觉和嗅觉的好坏 并且他的听觉也不好 无法享受宫中的礼乐 巴西来最后将自己的儿子金翰 托付给王 让他可以服侍王 大卫欣然地接受了巴西来的请求 后来也证明 大卫对巴西来一家的善意不变 一直到他差不多要死的时候 他仍然嘱咐索罗门 要后代巴西来的儿子金翰 大家可以看 《列王纪上》二章七节 在圣经当中 巴西来是一位难得的老人 如果我们从预表的角度 把大卫看为是耶稣基督的预表的话 那巴西来就是一切清新爱主之人的榜样和典型 他如此的爱大卫 就像我们应该如此的爱主耶稣基督一般 巴西来的儿子金翰 后来应该在大卫的王朝中 有卓越的成就 由于他忠心的服侍 可能大卫赐他了大量的金银 给他在伯利恒一带购买土地 所以这个地方 在主前六世纪 当尼布贾尼撒毁灭南国犹大时 被叫做金翰域 希伯来文的原文是基罗特金翰 大家可以参考耶利米书第41章17节 好的弟兄姐妹 今天桑姆尔记下第19章 我们就讲到这里 我们今天给大家留下两个小小的思考题 第一个 大家结合着《猎王纪》上2章8到9节来看 大卫有没有真心的饶恕是美 第二个小思考题是 大家认真阅读24节到30节 大卫对米非波社的财产的处理正确吗 好的弟兄姐妹 我们仍然鼓励大家每一天都祷告 愿神以他荣耀又甘甜的同在 伴随你和我生活和读经的每一天 当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 常常会读到各式各样类型的人物 圣经有的时候并没有评价他们 但是经文中已经透露出 他们身上的有些方面 我们是要拿来警惕做教训的 而有些方面是我们可以拿来做学习做榜样的 愿我们的心能够一直被圣灵所光照并引导 也愿神的灵 借着神的话语 来塑造我们里面的生命 使我们在成长的历程当中 越加成为那淘族喜悦的人 爱你们 我们在成长的历程当中